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就库尼在去年的常规赛 一个非常精彩的反胯下三分 那么你不一定要把这个动作用在实战 但可以就是用来练习 找一下自己的脚步 就是练习一下自己的脚步 协调性嘛 就库尼在三分线面对有人过来协防的时候 他就顺势做了一个胯下 他调整好一下过来去投篮 那么这个动作的脚上动作是什么样的 就你看 以前防射要来的时候 你提前就调整好了 对不对 然后反胯下 抬左脚抬左脚 把球给砸过去 一下很猛地砸起来 把球运高一点 这时候你就 是一个交叉步过去 对不对 你这样抬起来就 一下 一个交叉步过去 这样的话你才能获得 更大的这个后车步 很多人就是 这样转了一下之后 他就不甩胯 或者是步子就很小 这样再去运一下 再去投 库尼是提前调整好吗 一下抬脚后撤过去 这样过来 后撤去投篮 那么你要这一下要运 运上力 左手要运上力运过去 就你在这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地调整好 对不对 你不要一过来 马上就这样做这个动作 当然人就没有力量 去运这一次球 去做那么夸张的 后撤步投篮 那么这时候 库尼是在那等防守 对不对 等一下防守 防守以为他在这投 对不对 防守就很积极地过来 不位之后 那么这时候 他充分调整好了 然后才大力一下 就运球 到这儿大力运球 然后甩胯 甩这边 然后运球跳一下 去投一个这个三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一块看一下 我来演示这个动作 那么就是库尼 投篮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技巧 就是你核心要越收越紧 像挤牙膏一样的 把球给挤出去 然后库尼是用中指去 最后去接触了投 去投的篮 要手尽量地抖腕 压腕 这时候你就练习一下 这个脚上的协跳性就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一篮球教学 我是玄之导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 在视频的右下方 扫二维码 就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